新竹週廳前 匯集了來自全台高達61輛的經典老車 吉普車 敞篷車 超級跑車 露營車 各種經典車款以應俱全 吸引了不少車迷來到新竹朝聖 新竹市長林志堅也坐上經典車 繞行東門城 在老車上來一場古蹟巡禮 我覺得今天坐這台車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體驗 19年代的一個車子 收藏家曾先生可以把它保持得這麼好 可見他對於舊的東西的疼惜 其實我擔任市長也是一樣 因為我是全台灣唯一一個在古蹟裡面上班的縣市首長 所以我非常熱愛我們這個城市裡面的古蹟 我們在整個舊城區處處都是古蹟及歷史建築 我們希望未來跟很多很多不同的單位 共同來合辦像這樣子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新竹這座城市在燦霞就是一個博物館 而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一些收藏家所收藏的這一些古蹟車 就是移動的藝術品 希望這兩天的活動大家都不要錯過 一起來參加這個非常有意義而且特別的盛會 這次活動讓大家看到老爺車穿梭在竹倩城各個古蹟當中 彷彿回到過去時光感受經典與歷史結合的復古風情 那我們今天看到現場有非常非常多的民眾共襄盛取 大家對於這些愛車都非常喜歡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這次也辦了一個活動 當經典遇上歷史的小旅行 我們讓你去看古蹟來看古車 那我們希望今天的活動大家能夠盡情來看車子 明天最特別的活動就是我們這些古車會到新竹各個景點 包括了金金草原青草湖到各地景點去拍照 我們讓這些經典的車子在新竹這座古城留下最好的一個影像 經典車是行動藝術品 與古蹟一樣是珍貴的文化資產 兩者相遇在新竹市創造出最獨特的景色 活動中也讓經典車駐留在各大古蹟 讓更多人能發現新竹市的美好 凱波新竹陳若怡紅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